追根溯源盼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食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夜宵好滋味 烟火照人间 说起鱼丸啊 全国各地的特色鱼丸还真是不少 像福州有代线鱼丸 浸江的生户水丸 潮州的鱼蛋等等 那今天来到我们眼博士的这盘鱼丸呢 就格外特别啊 你看通常鱼丸呢都是汆水煮出来的 比较松软 而这种鱼丸呢是上蒸笼蒸出来的 你看个儿很大 夹起来呢也是沉甸甸的 特别的扎实 按老规矩替大家尝一尝 味道鲜美浓郁啊 好鲜啊 不仅弹牙 还特别的有嚼劲 这个呢是来自湖北的排州湾鱼园 那我就有点奇怪 这蒸出来的鱼园背后 究竟有哪些奥秘呢 让我们跟随素颜小分队一起 去湖北省咸宁市的嘉鱼县素颜吧 诗经小雅曰 男友嘉鱼 蒸然善善 嘉鱼 银诗经而得名 江水抱县城 三湖连长江 水绕青山转 城在水溢方 嘉鱼县总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就占了三分之一 丰富的水资源 越育了这里灿烂的鱼文化 鱼米之乡的丰饶物产 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嘉鱼美食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夜宵盛宴马上开场 现在来到了湖北省的嘉鱼县 我身后的这条街呢 就是当地有名的红房子夜市 那么嘉鱼县的夜市里边 到底有什么好吃的了 现在我就大家去看一看 在嘉鱼的美食夜市上 烧烤 臭干子 麻辣烫 作为夜宵姐的三大剑 自然必不可少 而且别有风味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 到我们家里来吃 这个大理麻辣非常好吃 咸咸香 我们这麻辣觉是熟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汤底下 味着泡在里面很入味 无论是欧美风的比赛 还是东北味的烤冷面 几乎所有的网红夜宵美食 在这里都能找到 这时我们发现了一种 外表焦黄香味扑鼻的饼 这是什么呢 你好 咱们这个黄黄的饼是叫什么呀 豆皮 豆皮 对 我们嘉鱼县 这个本地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特产 它跟我们在武汉呢 看到的这个湖北的特产 豆皮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民间版本的 一个就是官方版本的 咱这是民间版本的 对 这是最传统的民间版本的 在这座江南小城 像豆皮这样 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 还真是不少 尤其以水产品居多 我们店里也离开 在外面蹲着也会是采的 这是也要 夜幕下的人们 更加渴望美好和轻松 无论是路边小摊 还是富丽堂皇的高档酒店 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 总能在夜宵中 获得一份独到的慰藉 感觉很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压抑感 就是说平常人很清晰一点 环境没有那么那么的好 但是就是在这种 接地气的感觉 就会更加的放松 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之后的 这种紧张的压力 也得到释放 可以跟朋友在这里聊聊天 散散心 分享生活中的趣事 不美价廉吧 而且属于这种小摊的话 小心洗可能也会有 就是那种宝藏店户之类的 可能都会有 时刻在夜宵中得到的 是美美和轻松 摊主们尽情展示 自己的厨艺也乐在其中 在一个生夜火爆的炒饭摊 我们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 我怎么发现你这个锅的形状 跟火锅形状不一样啊 以前是圆的 这个炒扁啊 能把铁锅炒扁啊 我一年要炒两个锅要炒扁 一天炒多少份啊 一天要两百多份炒 有点累 养家不走没办法 喜欢吗 还可以 小小一分夜宵 折射出当地物产之丰饶 也让我们贫到了 家喻人的生活态度 那就是爱生活 爱美食 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一个人吃的是寂寞 两个人吃的是快乐 一群人被打败了 真的 超快乐 改革 我们热爱我们的小城市 热爱这种就是慢节奏的生活 感觉特别悠闲 放松 舒适 宵夜很美 家喻很美 多知我们来寻访美食 热情的驾鱼人 争相推荐他们心中的 家喻美味 家喻美食很多啊 很有名的那个排猪的鱼园子 那个我们这边那个排猪园子 很有名 排猪园子 就是鱼园子 吃鱼丸喝藕汤 吃完了还要去逛一逛三户连江 在一家火锅店 我们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排猪园 传说中的排猪园园啊 鱼肉的这个鲜甜的味道 另外呢它在松软之中又不是劲道 用湖北话说呢就是很肉图 那么这个鱼园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了 为啥排猪鱼园口感如此特别呢 根本原因在于鱼好 我们家鱼的鱼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长江 我们家鱼境内的长江 跟别的地方长江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到排猪湾去看看就明白了 排猪湾一带的长江 到底有啥不一样 它跟排猪湾鱼园好吃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专门找了当地退休干部 雷平做向导 雷老师 首先带我们来到了排猪湾附近 您现在就是看到这边长江 长江从这儿经流之后一直想下 到了排猪湾这个地方呢 它突然转了一个湾 又突然也想西了 这个湾呢大致有45公里长 这是万里长江 是第一湾 所以有位诗人曾说过一句话 而排猪排猪你真了不起 万里长江见到你 也要倒流30里 万里长江在排猪湾拐弯 到底带来了什么神奇的效应呢 形成了回流湾 水在这儿打漩涡 因为这里回流的沉淀物多 引起了很多鱼在这儿聚集 就是水活鱼也活 氧气要多食物要多 所以鱼又特别肥美 可是排猪湾的水再好 鱼再肥 长江实行了十年进鱼的政策 也不让不捞啊 肥美的鱼能从哪里来呢 于是雷老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寒闸边 实地介绍架鱼县的三湖 如何连江 现在看到这个我身后的 这是三湖连江的小湖 它身后还有一个湖 叫梅蟹湖 梅蟹湖后面还有一个白湖 这三个湖一连串之后 通过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 就是大坝 下面有那个闸 闸门就通往 我这个方向 通过这个闸 就到了长江 它外江的水被 内湖的水位高 它就形红 咱就打开了 长江水进来的 同时也把长江的一些 那个小鱼啊 鱼虾呢 那个种苗也带进去了 三湖连江呢 它灌区里面有水用 而且水比较活 水质就特别好 水的资源 鱼种也比较多 原来 家鱼的湖通过闸口 与长江相连 活水是来自长江的活水 江水也携带了优质的 长江鱼苗流入湖中 难怪这里的鱼 特别鲜美 它的水质好 那个鱼生命力强 而且那个肉负要弹性 所以它做出来鱼员呢 就鲜论 驾鱼县湖泊众多 养殖力是悠久 当地在养殖方式上 肯定有很多独到的秘籍吧 否则当地的鱼 怎么会那么好吃呢 在雷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 驾鱼县的密泉湖 我们现在目前是12000亩 配源黄湖完成以后 就是19000亩 工人有多少的 13个 1万多亩的湖面 工人只有13人 意味着 每人要管理近千亩 这管得过来吗 这时我们在渔场 又发现了一个渔场 渔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这是他们的饲料舱 但是在这里我们居然看不到一颗饲料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了 带着种种疑惑 我们决定到湖里探个究竟 这边水是好 这边水是好 水槽比较多 因为今天是阴雨天 你看得不太清楚 要是大太阳的话 太阳一照 这个清澈见底 船行不到两分钟 我们就在湖面上 有了惊喜的发现 那边好多水鸟 对 我们这边的生态比较好 那种野鸭 那种鱼鹰 特别多野生的 一群野鸭 你拿里 你看它朝我们飞过来了 生态环境好 气息的物种丰富 难怪这里的鱼好吃 可是我们在湖面上 航行了十多分钟 却始终没有见到作业的工人 我们这个湖面比较大 因为它是一片一片区的 我们再慢慢看一下吧 给你尝尝 你看 你看那边就有两个工人 对 对 就是我们日常许个湖的工作人员 你们每天在湖面上 做哪些事情呀 寻垃圾 寻湖 寻湖寻什么了 可是一般来说 渔厂工人的常规工作 是喂鱼撒料呀 为啥他们不喂鱼 而且饲料仓是空的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野生放养 人放天养的这种养殖模式 不喂料自然放养的鱼 肯定好吃 可是长得慢 效益低呀 这个经济效益要比以前要高 因为别人以前要投饲料 现在是它自己长 鱼价高 鱼丸价更高 虽然养殖煤肺太多人工 但是这么大的湖 捕捞起来难度肯定很大吧 是比较大 但是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方法 在这个水下布鱼道 让鱼集中到一块赶鱼 鱼能听你的话 能赶走吗 这么大的面积 我们到现场去才知道 我们跟工作人员一起 登上了赶鱼船 这鱼到底是怎么赶的呢 因为湖面太大 鱼群太分散 捕捞队现在湖上下网 这叫刺网 鱼碰到刺网 就会逃离下网的区域 这样鱼的活动面积 就越来越小 四五千楼的面积的话 大概需要 大概十五天到二十天 这样一个周期 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慢慢地赶 慢慢地赶 在赶鱼期间 捕捞队每天的工作 就是不断下网收网 缩小包围圈 这次网的网眼 有些讲究是什么呢 四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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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有讲究吗 我们普遍沉鱼的规格 达到三斤以上 然后我们才售卖 所以说三斤以上的鱼 像那种小鱼 比如说回汤的苗子 然后它就 基本上就从这个 它就可以从这个口出去 对 就是大鱼 它就进了这个刺网 它就跑不了了 它就返回了 我们体验了一下 放四网 看似简单的方网 其实也有讲究 很讲究 这个开船人的技术 它要继续要求 它要掌握那个方向 这个网 它是像的油字形的 随着鱼网一天天缩小 鱼被赶到了一个 很小的区域内 就可以收网 这时活鱼船就登场了 这就是咱们的活鱼船 对吧 网口是对着哪个地方 对我们产生的侧面 对 然后跟它对接 对接之后 然后把那个闸门拉开之后 然后鱼进来 最壮观的收网时刻到了 沿着鱼岛 成千上万的鲜鱼 涌入船中 工作人员在船上 风险装箱 一箱箱直接用吊车 吊到鱼车上 捕捞效率非常高 一天能收获 五六万斤鲜鱼 刚刚捕捞上岸的鲜鱼 制作排州鱼园的最好材料 听说嘉瑜县的烤棚村有一条街 号称鱼园一条街 我们找到了这里 鱼园 对 在下面 直接加 直接下去 在鱼园一条街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 对排州鱼园的喜爱 反正都是过年了 过节了 还都是吃鱼园 在人家都在外面打工的 都是想跟家里的鱼园就带出去 吃酒就吃鱼园 等我喝酒 去喝酒叫吃鱼园 原来是吃 那碗菜都不吃都带回家了 接老人的 据说每年腊月和正月 嘉瑜的鱼园一条街 是全省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车子都过不来的 人都挤不动 车子 骑车都挤不进去 都是来买鱼园的 一天可以 大概要卖到两三万块钱 在鱼园一条街 我们看到与全国其他地方的鱼园不一样 排州鱼园的确是用蒸笼蒸出来的 但是一些新的发现 也带来了新的疑问 我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咱们的这个鱼园好像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鱼园是白白的 然后这个鱼园吧 上面有这个黑点 这个带黑点的鱼园是怎么回事呢 黄豆酱的 黄豆酱鱼园 现在好多人他就讲究颜值嘛 他说他不好看 其实懂吃的 他才更好吃 鱼园里一家黄豆酱 已经足够让我们惊讶了 不料还有更颠覆认知的发现 这位大哥居然把鱼园下锅油炸 这还能叫做鱼园吗 生炸鱼园 它的做法就是里面的肉 它都是五花肉 鱼材料就是一个鱼红 把鱼园酱鱼园 生炸鱼园到底哪一种 才是正宗的排州鱼园呢 我们慕名找到了排州鱼园 废鱼园费遗迹伎传承人 李源根老师 不料他先给编导出了个难题 你说我们排州湾鱼园的 应该是哪一种鱼 这是白脸鱼 对 这是胖头鱼 这是草鱼 这是翘嘴 湖北鱼园 应该是选这个白脸表哥 我们正宗的是要用草鱼做 草鱼做的话它有劲道 我们一般选六到七斤的 做排州鱼园 选用鱼身上的哪一块肉 味道最佳呢 哪一块肉又是绝对不能用的呢 让飞鱼传承人 为您解开秘密吧 这是去油 鱼园是不要这一块的 不要这一块的 为什么呢 它油重了 这就是鱼的五花 我们这里叫鱼斗档 就是取它的脊背的 最肥的这一块位子 五花不要 要它的脊背上面的肉 接下来是取鱼绒了 手工鱼园都是用刀 从鱼脊背上刮绒 您知道是从鱼头往鱼尾刮 还是从鱼尾往鱼头刮呢 鱼尾往鱼头的方向走 你看这个刺 它是迅的 倒着刮的话 它这个刺 它就是反方向了 有你的走力 刮好的鱼绒进一步剁成沫 再煮一加入调料 除了常规的葱姜末 盐 鸡精 生粉 鸡蛋青等 李老师告诉我们 正宗的排州鱼园 有两个调料 是其他鱼园没有的 分别是什么吗 肥肉 肥肉一般的地方 它是不加肥肉的是吧 对 我们这个加肥肉 是为了它的光测度 哦 是为了好看是吧 对 排州湾鱼园 是否传统正宗 另一个调料 则是醒目的标识 李老师把它作为保留纱手锏 藏在柜子里 这龙家的那个黄豆酱 对 这个酱酱特别浓郁 在育服的时候 第一天就要去晒 约晒100多天 要日晒压漏 一起日月精华 秘密揭开了 原来带有黑点点的排州酱鱼园 才是传统正宗的排州鱼园 它跟排州白鱼园相比 颜值稍微逊色 但是增加了酱香味道 黄豆酱需要反复清洗 最后加入 之前需要把鱼绒搅打上劲 排州鱼园是否Q弹 搅打这个环节至关重要 看着李老师搅打得如此轻松自如 编导也想试试 李老师 我发现这个鱼肉 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 感觉到有点弹性 扒盆了 扒手了 对对 比方一个神迹 它都一直平坡的 鱼绒现在爽弓都掉不下来 那么到了这种程度 这个鱼丸做出来 肯定是很弹的 加上点睛之笔黄豆酱 就可以挤鱼园了 手指稍稍用力 一个圆润好看的鱼园 就从虎口处探出 咱们的鱼丸是蒸出来的 对 咱们一般的鱼丸不是用水煮吗 煮的话 就把它的鲜味 损失掉了 蒸出来的排庄鱼园 味道更鲜美 整棕的排庄鱼园 必须是蒸出来的 并且蒸的过程大有讲究 需要蒸两次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定型定好了之后 把它要翻出来 要透空 让它第二次把它的蒸过心 这样挤着的话 容易它过不了心 翻成一个一个的之后 再来重新上蒸楼再蒸是吗 对 第二次需要蒸五到六分钟 主要目的是让排庄鱼园 有充足的伸展空间 变得更加蓬松 二包加一个排庄鱼园 在嘉鱼县的各家酒店 排庄鱼园几乎是长青树般的美食主打菜 在我们嘉鱼有一句老话叫无缘不成席 每年过年桌子上必有这一盘的 你看这里面这个肉真的很鲜嫩的 你看这个鱼丸到了我们嘉鱼 基本上这是必吃的 您知道吗 用排庄鱼园作为主食材 还能制作很多特色菜 丽媛跟老师将制作排庄鱼园 剩下的鱼头和鱼骨做汤打底 立即变出了一道香喷喷的新菜 一鱼两吃 这道菜的关键 是鱼汤要煮的像牛奶一样乳白 怎样才能把鱼汤煮得浓稠洁白呢 首先要用鱼油去把这个鱼要煎 煎到要带点金黄颜色 再次用开水用大火否煮 它就越煮越白 李老师告诉我们一根鱼 汤煮白的关键在于用荤油烧锅 其实真正的让它煮白的话 就是鱼油 你在家里面你不想先去试一下 你用鱼油在锅里面要炒一下锅 你就是用开水一道 它也这个汤也会白 当汤汁浓稠翻滚 再加入排庄鱼园 它会洗足汤汁 变得更加蓬松蓬大 一口下去汁水四溅 十分鲜美 在湖北 有一道老少咸宜的吉祥菜 全家补 也是用排庄鱼园为主要食材制作而成的 它将排庄鱼园 鞍春蛋 胡萝卜等众多美食汇聚在一起 顾名思义 全家福 它是一个代表家庭幸福 一个寓意的一道菜 锅中加水 大火煮开 加入食材即可 各种食材在沸水中 攒烫成熟 丰富的滋味 互相交融 互相渗透 就像亲亲密密的一家人 彼此滋养 互相成全 这时 在沟上玻璃嵌汁 就能起锅 又方便 又美味 和象征着团圆的排庄鱼园一样 这道全家福 也寄托着人们对行美好的期待和向往 排庄湾鱼园是湖北家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家鱼悠久鱼文化中的一个亮点 在古老记忆的传承与创新中 这道美食已经成为当地传承美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 有机会 您去当地的夜市的话 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征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